他曾经是年薪百万的白领 却要回家养猪 他会不会咬我啊 他眼光独到 养的猪是一种别人不愿意养的品种 本身它就是一个地方的品种 它的长速这样会慢 他新招频出 花样卖猪肉 三年的时间打通全产业链 带着一千多位农户一起养猪赚钱 我们现在是争取 每一两个月都会退出一些新的产品 看广西南宁的李承豪 如何把养猪赶出新花样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名字叫李承豪 他是广西南宁人 说到他在当地养猪行业里 他是一个名人 之前的出名是因为李承豪年纪轻轻 他就当上了美国好莱坞 一家影视公司的高管 年薪百万 而现在出名是因为2020年 李承豪辞去了好莱坞的工作 回到了老家南宁 养起了黑猪 跨行养猪 卖猪肉 这李承豪还真的就干出了新花样 咱们一起走进李承豪的创业故事 包子您吃过什么馅的 猪肉大葱 韭菜鸡蛋 接下来这款包子馅 您一定没吃过 老友包子 这老友包子究竟是什么馅料呢 这一天 李承豪要去做推广 这个刚刚推出的新品包子 究竟反馈怎么样呢 是老友口味的 您试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南宁味的包子 你试试看 味道确实很特别 之前没有这么着吃的 老友包 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品尝之后都恍然大悟 原来李承豪是把南宁的一种特色美食 做成了包子的馅料 特别是对于老南宁人来说 一口下去 熟悉的味道让人吃得过瘾 看本地人吃得开心 记者也想尝尝这老友包 究竟是什么味道 这有点辣哦 很好 我觉得还好 我挺喜欢这个酸笋的味道 就是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酸 或说那么有其他的味道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口感不错 口感不错吧 这是很有特色的 李承豪把自己的包子铺 打造成了网红店铺 靠的就是这些口味独特的包子 老友包 鲜肉包 叉烧包 包子的口味多样 每天来吃的消费者很多 但对于李承豪来说 他最大的卖点 还是当天屠宰的新鲜猪肉 把我们直接每天 新鲜屠宰的肉卖给大家 肉是我们这个包子的主打 而且这个肉觉得吃得不腻 不会 不会 就虽然它也有肥肉 但是不腻 李承豪的猪肉吃起来鲜甜 肥而不腻 李承豪说最大的秘密 就是猪的品种不一般 为了证明自己的猪肉与众不同 这一天李承豪专门驱车300公里 带着记者来到他的养殖场 很快记者就发现 想见到李承豪养殖的猪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进养殖场 第一件事 检测 用湿巾擦拭身上每个部位 用棉签擦拭牙齿 清理鼻孔 不留任何死角 这些从身上去的样本 要马上送到市里检测 确定人身上不带有能感染住的病菌 才仅仅是第一步 结果出来之后我们还要再做小杀 然后才能进去 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 更让记者意外 还有加多少 有量吗 多多多的比例是一比一千 就是衣服泡 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泡 然后整个人都要泡进去 包括洗头发 之前记中场也是全部要泡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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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都全部要泡 好 让我来试一下 不仅要泡消毒水 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被洗到 这个头发要全部打湿 好 然后搓一下你的手啊 之所以现在进猪场这么严格 就是因为当地的很多养殖户 吃过亏 稍有不注意 所有的猪都会跟着遭殃 对啊 我现在已经 全部换了猪场里面的新衣 这个就可以禁了是吧 对对对 李承豪消毒完 记者也要跟着一起消毒 眼镜也泡啊 眼镜也要泡啊 手势的眼睛 手脚都不大 什么都不大 对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李承豪还给进猪场的每一位 都提前准备了消过毒的全套衣服 换上之后 之前检测的结果也都没问题 记者终于可以跟着李承豪 进养猪场了 一进养殖场 李承豪的猪确实有些不一样 这种黑猪是广西的特有品种 龙鳞黑猪 因产自百色式龙鳞各族自制限而得名 龙鳞黑猪额头上有皱纹 四肢短但健硕 适合在多山的地区饲养 别看这些猪以圈养为主 野性可是很大的 他野嘛 他运动也比较多 那他的肌肉量也比较大 李承豪自己养猪 但他却不敢抓猪 别人抓猪 他也会躲在一边 甚至害怕会被猪咬上一口 就是这位养猪 却又怕猪的李承豪 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一千多位养殖户 跟着他一起赚到了钱 合作以后的话 首先是风险肯定我们降低了 等于投资成本低一点了 我们的经济效益就会高很多了 2022年是李承豪养猪的第三年 那么他是如何带着大家 一起养猪赚钱的呢 李承豪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 在香港读研究生 毕业之后 在美国好莱坞的一家公司 做企业高管 年薪超过百万 别人眼中的高级白领李承豪 在2019年 突然决定回到老家南宁去养猪 李承豪为什么要跨行去养猪呢 大约有三四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 那确实就是说 在广西就自己的家乡 看到了就是说 比如说像猪 它有的一个性质 就是比较散 比较小 比较乱 广西是我国生猪的主产区之一 年初来量超过了三千万头 但是在当地养猪行业里 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 介入的养殖户 都是层次不齐的 主要是以散户为主 我们养的猪 每批猪的品质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达到真真正正的标准化 所以每一批养出来的猪 口感品质都不一样 之前当地养猪以散户为主 抵抗风险的能力差 猪肉价格好 养一头猪赚一千多元 猪肉价格差 养得越多赔得越多 李春浩发现 特别是近几年来 猪肉价格起起伏伏 让当地很多养殖户 失去了信心 广西有非常多的产能 实际上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再富养起来 因为很多的农户 在上一轮的这个 可能是个猪的疫情当中 损失非常的多 那他们有很好的养殖场 但是可能没有资金 再去进行一个 富养的动作 因为没有重新启动的资金 不少农户就算控制养殖场 也不养猪了 但是在李春浩看来 这却是个商机 说明当地的养殖基础好 如果自己能帮养殖户 找到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价格 当地的养殖产业就能再发展起来 所以提升养殖户的信心是关键 平时我们的农户 他可能自己去承担 这个猪周期的这个风险 对于说他们来说困难很大 那我们就一起来商量说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可能性就是说 抹平一点点的猪周期 说干就干 从2020年1月开始 李春浩决定带着资金 进入养猪行业 他要和散户一起养猪赚钱 当时李春浩与合伙人 投资了上千万元 与这家养殖场合作 看上的是他有完整的养殖设施 四层的养殖区域 能大大节省空间 李春浩还专门选择了 很多养殖户不愿养的品种 龙鳞黑猪 本身它就是一个地方的品种 它没有经过一些外山园的 一些血统进来杂交 那我们没有杂交过后 它的长速这样会慢 白猪的话一般就是 六到七个月会出兰 然后我们养那个龙鳞黑猪的话 可能要九个月左右 龙鳞黑猪要比普通的猪 多养两个月 一头猪饲料成本就要多五百多元 周围的养殖户也都在观望 都想看看 这个之前没有任何养殖经验的 李春浩究竟要怎么折腾 李春浩知道 说得再多 也不如自己先赚到前有说服力 他看上的是龙鳞黑猪 优质脂肪含量高 所以口感更好 吃起来更香的特点 李春浩的龙鳞黑猪 可以随意活动 每天下午还要专门 分批赶到户外 这样的养殖方式 周期长成本高 但是李春浩却不着急 这一天他带着记者 来到他的饲料加工厂 他说这里就能节约 百分之二十的养殖成本 他就会加非常多的奶粉 他就会有奶香味 那闻着就一股奶香味 李春浩的加工厂 总共有五种饲料 最贵的就是两个月龄的猪仔吃的 里面加入了奶粉等营养物质 吸收特别好 好吸收是吗 对 吃一斤长一斤 特别好吸收 就是出净小猪 尽快预肥通胀 对对对对 差不多吃一斤一一 然后长一斤吧 根据龙鳞黑猪不同的月龄 四位相应的饲料 不仅可以保证吃得好 还可以节约百分之二十的成本 小猪料是特别贵的 因为要加了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说 你说全程都用小猪料 当然就是说猪会吃得比较开心 但可能就是说 从经济效益上来讲 就不是很多事 不断地去关注说 这匹饲料这篮猪吃了之后 它的成长效果 或者它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再反馈回来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集团 我们就会为了这些小猪 或者为了这些大猪 去调整它的配方 2020年10月 养殖场的第一批 2000头龙鳞黑猪出栏了 虽然当时猪肉价格 遇到了低谷 但是李承豪有自己的打算 那段时间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要去各个社区做推广 像我们的这个黑猪 然后养殖时间也超过了 就是十个月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肉吃会特别的好 非常有弹性 你看那个纹路都像雪花一样 每天都会过来 每个小区一上午 能卖掉两头猪 养殖场第一批 陆续出栏的2000头猪 不到10天就卖完了 第一次卖猪 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不仅李承豪越来越有信心 也让一开始在观望和怀疑的 养殖户们 开始下定决心跟他合作 前面的话就是说可能会有点 我们之前就是003散地养的话 可能养的那个密度不是很多 把中间扩大 我们这边的这个利用才会 整体的有很大的提升 李承豪为每个养殖户设计了合作方案 对于有资金需求的 李承豪靠着自己的圈子影响力 为合作的养殖户 做银行的低息贷款担保 让养殖户能顺利拿到钱 对于想要购买饲料的 无论量大还是量小 都是批发价 从李承豪这里购买 可以比市场上的其他同档次产品低 这样养殖一头猪就可以节约200多元 这省下来的钱 就是养殖户的纯利润 养殖户得到了实惠 那么李承豪又能得到什么呢 李承豪和养殖户在合作之初 就约定了收购价格 保价回收让他们不再有后顾之忧 遇到行情好的时候 市场上猪肉紧俏 李承豪还可以优先从养殖户那里买猪 这样的合作方式 让李承豪和养殖户都避免了 中间经销商赚差价 节约了流通成本 最初的这个一产 做到二产 做到三产的时候 你可以让每一个环节 它的风险都相对减少 就相当于你的上游和下游 都在你的手上 我们最终可以这个产品 直接面对到客户的时候 那中间的每一个环节 都可以相互之间让利 所有节省下来的东西 它既可以反哺给消费者 也可以反哺给我们的农户 我们可以看在市场上 每一个阶段 哪一段更需要这个反哺 我们去做一个规划 每天凌晨三点 刚秃栽好的猪肉 被送到金风哥车间 排骨 五花肉等部位 都是严格控制在300克 上下重量不超过5克 李承豪之所以这么要求 就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店员会根据消费者的菜谱 合理地推荐相应的部位 多不同的小区 它其实都有自己的偏好的 可能一个小区 它就是比较喜欢购买五花肉 另外一个小区 可能更喜欢一字牌 其实这些数据积累下来 我们可以更加好的指导 我们如何去为这样的 各个不同的小区去进行服务 但是李承豪还是觉得不够 他想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他又盯上了另一个产品 让一年又增加了 2000多万元的销售额 我们这个包子大概挣多久 8分钟 8分钟 因为这也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 小笼包 那小的包子更简单 这一天一大早 李承豪带着记者来吃包子 我们所有的这些用的这些肉 也都是前一天晚上屠宰的 然后在凌晨就直接送到了 我们的肉铺直接做馅这样子 李承豪开了这家包子铺 已经半年多了 主打的产品就是鲜肉包和小笼包 那这吃起来口感究竟怎么样呢 来 曹导 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鲜肉包 因为我是北方人吃包子很多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外面买的包子 会把馅做得特别碎 是 你看你这里面其实肉是有颗粒感 对 它会是比较整颗的肉的这个感觉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我们基地直供的 我们并不外采这些原材料 这也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 一直保持在一个标准的 一个最大的核心 李承豪的包子馅料多 里面肉眼可见的肉块 在制作肉馅时 不用绞肉机 而是全靠人工剁馅 保证吃到嘴里有颗粒感 因为我们对每一个包子的重量 也有严格的要求 你看这样看肉馅又很大 而且很弹 对 这应该是我吃过肉馅最多的小包了 以后要经常来吃 对 我们现在是争取 每一两个月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尽量还是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尝到更多的口味 我们这样说包子可以包一切 任何东西都可以包 现在早晨六点包子铺准时开门 李承豪也经常会来到这里 听听消费者对产品的反馈 谢谢 试一下这个 这个肉 这个肉包好好吃 是吧 那是我们的招牌 我喜欢吃流沙包 在市面上找到 很难找到这个 因为只能在那么大饭店才能找得到 在店里买过包子的消费者 都是给出了好评 来的顾客也很多 但是李承豪对包子还是不满意 因为和周边每天早晨排队吃米粉的人相比 吃肉包子的消费者还是太少了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李承豪一直考虑 如何能让习惯吃粉的南宁本地人 也能接受包子 那么馅料一定是关键 可究竟什么样的馅料 才能打动本地人挑剔的味蕾呢 李承豪想到了在南宁市街边最常见的一种粉 脆甜的酸笋 咸香的豆豉 肥而不腻的猪肉 拌上一份细粉 一口下去令人陶醉 这就是南宁特有的一种米粉 老油粉 老油粉是南宁早餐界的金字招牌 与柳州螺丝粉 桂林米粉 并称广西三大米粉 那能不能把老油粉做成包子的馅料呢 李承豪突然对这个混搭的创意很兴奋 他邀请了大厨一起尝试 要把老油粉装进包子里 我们真的是研发了非常长时间 因为它毕竟跟老油粉又不一样 然后又怕那个比例会过重啊 或者会过淡 最后终于调了一个 我们自己觉得很合适的比例 李承豪和大厨终于研制好了 老油馅料的包子 老油馅料的包子 有了老油馅料的包子 其中酸笋和豆豉的配比 经过了多次尝试 但是在李承豪看来 这样的试吃推广活动 却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美食层面 消费者的喜好 远远比简单的数据更靠谱 老油馅料包子试验成功 让大家都很兴奋 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但是李承豪却依然不满足 因为老油包子销售半径 太局限 只能在南宁市内购买 动过的包子口感大大折扣 如何让自家的包子 也能建立当下最火的直播平台 李承豪又有了新的挑战 这天下午三点 距离直播开始 还有半个小时 十几位员工各自忙着 自己手里的活 因为要推出新品 大家不敢有一丝马虎 然后我们最近就研发出了 这个黑土猪肉的叉烧包 所以说今天是想 特别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次直播 李承豪是为了推出新品 叉烧包 融合了港式叉烧肉的吃法 甜口的味道 缓解了猪肉带来的油腻感 即使冷冻之后再食用 口感也不会变 让包子顺利搭上了直播的红利 卖到了全国各地 一个门头就在那儿了 我就在他这儿买的猪 就我也知道是当天割的猪 所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讲 我直接在楼下就能买到了 包括我家人 现在也很喜欢 在生鲜柜上面去购猪肉了 现在李承豪的龙鳞黑猪肉 可以自产自销 有一千多位农户 跟着他一起养猪 李承豪数学专业毕业 凭借着对于数字的敏感度 他从饲料到加工 每一个环节 一步一步都找到了好办法 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同时他没有一味地去追求高价 去追求个人利益 而是把利润回馈给消费者 让养殖加工销售 形成可持续的健康循环 也让美味的龙鳞黑猪肉 走上了更多人的餐桌 好了 各位 今天的祝福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